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与阿Lang的频道 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桂名羊的演出艺术 桂名羊综合了当年粤剧很多流派的特点 来融会贯通发展出它自己的表演风格 这也相当符合桂名羊求生求变的性格和个性 他经常对一些新人说 学戏的时候一定要理解和分析 学南派也要学北派 学北派的也要学南派 太南派的也太粗 太北的也柔弱,不够厉害 所以最好的就是南撞北撞 即是所谓南撞撞北 好了,在香港,任劍辉,罗家宝等人都自称是贵派的成全 但是贵派在香港就有成全 即是任劍辉,罗家宝 但贵派在香港就不是多 所以也有人觉得贵派能不能成立呢? 有这样的说法 但事实上也有很多当今著名的灵人 都是由贵派那里学到很多功夫 回来的 现今的广州八和会馆 那个户馆人聂少卿 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跟贵明洋一齐 在香港的鸭利州演出神功戏 这个在鸭利州演出神功戏 已经是1951年的事情了 聂少卿今年已经六十有四了 回忆起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他说贵明洋在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了 即是1951年的时候 在后台经常要扶着东西 才能够站得起身、站得稳 只不过当他一出台的时候 然后又表现得龙精虎猛 即是他这个精神令到聂少卿为之善慕不宜 龙明洋虽然是明国 但当时整个社会并不是那么重视粤劇 所以登台演出机会不是很多 以至于生活是相当之艰难的 所以在这一个年代 即是1950年 1950年代的初期 也只能演出一些神功戏 来到养家户口 聂少卿很多时都跟人说 所谓神功戏 所谓神功戏 那个戏文并不一定要表现神 而所谓神功就是神的功劳 意思就是为神做功德 所以包括一些节日、神诞、打赵、平日的烧香拜神 以及修建妙语等等 有时比如说一个社区筹办戏曲演出 很多时是值以愚人愚己和神人共乐 所以这些这样的戏 我们就叫它为神功戏 海珠大戏院 坐落在长堤大马路292号的海珠大戏院 就是当年桂名羊经常演出的舞台 这个海珠大戏院 它是建于1902年 坐落在珠江的北岸 由五仙门到西豪口的一段路段上 它的前身就是同庆戏院 当时戏院里面就设有座位五六百个 两年之后戏院就逆手经营 从此这间戏院就改名做海珠大戏院 海珠大戏院历史上经历过几次改建 第一次改建就是1926年 这次改建奠定了广州戏霸的地位 当时这个主建筑的顶部 就是一个半球形的钢筋运营土结构 就是好像中山纪念堂的圆顶 它拥有三层楼的观众厅 总共有2,005个座位 它拥有三层楼的容量 在当时来说在广州戏院 就可以称得上冠军 即是无人能及的 而且它全部的座位都是活动的 可以移动摆设的 由于地理环境优越 加上它的座位又有这么多 所以表演环境相当优越 所以这个海珠大戏院 直至能够做到生意兴隆 而且名阳粤港澳 所以在当时任何一个戏班 来到广州演出 都一定会在海珠演出 能够在海珠演出之后 就可以说是一灯笼门 身价十倍 因此很多粤港大班 或者是很猛人的班 都会极力争取去海珠大戏院 演出的 连到这个艺术大师梅兰芳 亦曾经在此表演过 当然桂名羊亦 亦经常在此表演 当时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桂名羊的艺术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 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的阿N与阿Lan 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桂名羊的故事 拜拜